刘克香什么时候才会感谢真正大校女外籍看护 从刘克香分享 90岁妈妈的晋级 我们不是单兵作战 还有家人之外的队友谈起 刘克香在脸书分享 照顾帕金森是正母亲的僵局 为改变老人家习惯 向长照中心个管师和治疗师协助 总算脱离长照困境 我母亲多年前 帕金森是正就很严重 去长庚检查还被叫不要动 由于林梦煌法官都不懂 这是什么病 并且乱下判决 我还是简单说明一下 刘克香 你真正该感谢的人是谁吧 刘克香 今年贵庚66岁 在担任中央社董事长期间 还跟着公事浩克漫游 四处游山玩水 偶尔会透露他的母亲 由外籍看护照顾 但非常怪异的是 这个大作家老说母亲独自在家 却又来个一句 印尼的外籍看护 并不容易跟他沟通 我真的怀疑 刘克香不把外籍看护当人看 他既然有陪你妈住在一起 你的母亲 当然绝对不是独自在家 这是绝对重要 必须注意的重点 就像刘克香 在脸书谈到 他请求长照中心协助后 个管师与物理治疗师介入 然后治疗师一个案的状况 协助六次 每次家属得付240多元的咨询 和教导费云云 刘克香的原话是 妈妈觉得政府派来的还要付钱 便觉得其他五次可以不用来了 更何况 接下还吞练习 我费了一番力气解释 他才愿意接受 反之 我也让治疗师了解老人家的这一状况 我就来比较一下 我跟刘克香的差别 顺便给柠檬皇法官开开眼 看看他有多么缺乏尝试 几年前 我就发现我妈的手会抖 后来他有莫名的牙痛 带他去看牙医 牙医建议他到神经内科检查 反正就是我妈因为糖尿病 神经系统已经有病变 他也确诊帕金森氏症 帕金森氏症主要外显症状 包含手脚会抖 多年前王老头杀气的原因 就是因为琪琪罹患帕金森氏症 王老头不想照顾 就用铁拔起字敲入妻子脑中 还号称是安乐死 林梦皇法官 看到王老头杀气案相关报道 对长照有了莫名关注 对加害人的同情 让我觉得异常离谱 拜 怕金森氏症 罪不致死 好不好 我拿了日本案例 痛批林梦皇的鬼扯淡判决 想见台湾文化的残暴 与司法的恐怖 看日本常召悲歌判决 如何打脸 林梦皇们求特赦的 卫善审判一文 不再赘述 我妈因为怕金森氏症 与其他一堆病 也有吞困难的问题 我妈并且有多重身心障碍 重度视障 一耳全聋一耳重听 脊椎骨折等 我当时有问医师 我妈吞困难怎么办 我妈自行研发的方式 是米饭泡水食用 其他的饮食 则由我们料理的叫好吞来辅助 此外 由于母亲吞困难 我们在她用餐过程中 必然全程在旁 如果她呛到 会随时辅助 有必要的时候 也会她吃东西 而我妈手抖与步伐不稳的问题 由于她是重度市长 出门必坐轮椅 也随时注意她的行动 讲这些的原因 不是要说我们做了什么 而是告诉刘克香 你始终没注意 没提到的外籍看护 究竟做了什么 在你刘克香母亲在 又远游的浩克漫游 在公共电视装游的同时 可怜到极点的外籍看护 要弃远在印尼的家人 死守在刘克香尊贵的母亲旁边 绝对不能让她出半点意外 晚上说不定 也不能睡得安稳 因为你刘克香 也没有晚上去换她的班 我说的没错吧 刘克香提到的自付哦 根据自由时报罗品善 常照着费用 你当然付得起 提到 以负能为例 物理治疗 或职能治疗老师到家里服务 每次至少50分钟 民众只需付240元 这还是一般户只需负担16% 政府负担84%的状况呢 换句话说 政府帮你刘克香 付了84%的钱 就可以让刘克香大谈 我们不是单兵作战 还有家人之外的队友 那这位以生命交换生命 过去多年来 用生命照顾刘克香母亲的印尼外籍看护 怎么没看到你花同样1500字的篇幅 感恩一下这个素叶匪泻的可怜兮兮外籍看护 因为我们照顾重度市长 脊椎骨折 吞困难 帕金森市政 母亲所做的事 你刘克香平的外籍看护也同样做了 为何没有这样大张旗鼓感谢他 因为有付薪水给他吗 陈松永被外籍看护照顾的无为不至 在死后留了几百万给他 这位外籍看护同时付出的是婚姻破裂 在子女成长历程中缺席 也许台湾人觉得给你两万出头的钱 你就应该卖掉自己并牺牲人生 但刘克香 你从文青变老作家之后 可以这样一直无视外籍看护的血泪付出吗 我知道长照有提供赋能服务 也许刘克香也被感动了 但那位被你长期忽略的队友 我真的不懂你刘克香为何一再地遗忘他 台湾人花两万出头买了印尼外籍移工的人生 就可以这样理所当然地遗忘吗 Black Jackerlin 23年12月8日 就算了这种高度不及被人盖一下 那么没人还算再次了解 这 집主的人 看来你连人的家人 都不忘了 对那年轻人 对那些小人 不是 니伤务 也因此 宿舍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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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